人们常常会有烦恼 郁闷甚至会忧郁或多或少的 都有情绪病 有些人可能会去看医生 可是不明白 看医生吃药指标不治本 我们看医生吃药的同时 应该做的是 回到你内在 心灵的世界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灵药 我们每个人 必须不断地锻炼和提升 内在心灵世界的能量 去认识自己 心能量才是最好的灵药 我们都一定要先搞清楚 正面的能量是否减少了 如果减少了 到底为什么 正面的能量 目前会处于这样的状态 我们的人生 有多少事情是放不下的 而一直消耗我们的内在心灵的能量 先要问自己了解自己的心灵世界吗 当已经了解内在的世界 接下来就是 问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就在内在心灵的世界把种子埋下 实时浇灌它 心灵必须要先埋下种子 种子发芽后再施肥浇水 众瓜会得瓜 众都会得到 我们要知道 我们心灵是 副创造性的 一切客观的 外在的条件 一切我们所 经历遭遇的 种种是 皆为 我们的心灵 支配的行为 或是习惯性 而所造成的 直接的结果 我们任何的 意想或意念 都在左右着 我们的心态 因此所有的 福运或成就 全在于我们 思维的方式 做什么之前 首先必须 是什么了 我们是什么 取决于我们 想的是什么 一切的能量 都是源自于 我们的心灵 想拥有力量 就必须懂得 好好回到你 心灵的世界 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也别忘了 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以在视频更新时 第一时间 获取通知哦 下一集再见